好吃又好做的八道家常菜 最后一道绝了 第一道 发现一个鸡蛋的神仙吃法 不加一滴油的温泉蛋 苛刻流星 首先鸡蛋冷水下锅 加一勺盐不容易煮破 水开煮五分钟 捞出过凉水 可以轻易地包去外壳 碗中放洋葱 大蒜 小米辣 葱花和香菜 一勺白糖 黑芝麻 一碗生抽和一大碗凉白开 搅匀放入鸡蛋 浸泡三小时就可以开吃了 酱香浓郁 苛刻流星 味道真是决绝词 第二道 以后茄子买回来别总炒着吃了 试试我这个做法 酸甜可口 三碗米饭不够吃 首先树上摘的茄子切成滚刀块 先撒一层清水 多放一些淀粉 抓拌均匀让每块茄子都裹满淀粉 七成油温下锅炸 不知不觉我已经连续更新了好几百道家常菜 您一直没有给过小红心 这个视频您就点个小红心支持一下吧 非常的感谢大家 炸至金黄酥脆捞出 碗中放一大勺番茄酱 一勺白糖 一勺白醋 半勺清水 少许盐 万能糖醋汁就调好了 锅留底油倒入调好的糖醋汁 熬至浓稠 倒入炸好的茄子 放点蒜末 大火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糖醋茄子外焦里嫩 酸甜可口 喜欢您就收藏做起来吧 第三道 又是一道简单实用的家常菜 一周吃八次都不腻 好吃又下饭 首先豆皮切丝 韭菜切断 锅中放入五花肉 小火边炒出油脂 下切好的豆皮 放老抽 豆瓣酱 葱姜辣椒 一起翻炒上色 再放豆芽 盐和鸡精调味 大火翻炒断生 最后放韭菜翻炒均匀即可 第四道 很多人鸡肉买回来 不是红烧就是清炖 今天这个做法你肯定没见过 而且更好吃 洗过澡的鸡家一包盐菊鸡粉和花生油 全身做个试帕 腌制20分钟入味 垫饭包底铺上葱姜 红枣挡生枸杞 放入腌制好的鸡 倒入腌料汁 盖上盖按煮饭煎40分钟即可 鸡肉这样做 要是不好吃 带上你家的鸡来我家吃饭吧 第五道 我每隔两天都会做牛肉滑蛋给孩子吃 现在已经长到1米75 牛肉加姜丝 胡椒粉 生抽 一勺水淀粉 抓匀腌制一下 口感更嫩滑 四个笨蛋加盐 葱花 一勺水淀粉 搅拌均匀备用 油热放入牛肉 小火炒8分熟 再淋入鸡蛋液 小火轻轻推动 滑熟即可 营养丰富又好吃 学会收藏给孩子做起来吧 第六道 以后孩子想吃可乐鸡翅 你就像我这样做 做法简单比饭店的还好吃 鸡翅冷水下锅 放葱姜 料酒去腥 煮出血沫瀝干水分 油热下鸡翅 煎制八面金黄 放葱姜八角 几颗冰糖 生抽多点 少许老抽 倒入可乐没过鸡翅 中火煮8分钟 再大火收汁 太好吃了 收藏给孩子做起来吧 第七道 下次你买鱼头了 就学会像我这样做 肉嫩味美一点也不腥 做法非常简单 切好的鱼头加葱姜 料酒去腥 盐胡椒粉 两勺生抽 一勺老抽 黄豆酱和地瓜粉 一起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入味 砂锅油热放姜蒜辣椒炒香 洋葱垫底 放入腌好的鱼头白整齐 放入少许啤酒去腥提味 盖盖中火炖8分钟 鱼头滑嫩可口 好吃又下饭 第八道